现年45岁的知名女星TV比前女艺人廖碧儿 最近这几年淡出了演艺圈都过外修读碩士课程 前段时间,廖碧儿已经顺利毕业,完成了人生一大梦想 近日,她首要出席某商业活动,整个人状态大涌 因此又引发了外界一波热疑 从传媒在现场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 已经45岁的廖碧儿特别动灵 身材没有明显发伴,脸上的皮肤也相当紧致 不少网友感慨,十几年前在TDB拍剧是什么模样 现在还是和当年一样,没有一点而变化 相信关注廖碧儿的小伙伴都知道 她是娱乐圈出了名的黄金城女 这些年,廖碧儿也陆陆陆续续传出了一些非文 但至今没有结婚,成家 这次,在活动现场接受传媒采访时 廖碧儿又被传媒追问了感情问题 她仍旧表示,现在还是单身 尽管已经45岁了 但她对于结婚并不注急 甚至横向传媒爆料 身边的朋友一个比一个注急 这两年多次给她介绍男朋友 她也相亲十多次 可惜最终都没有结果 据廖碧儿爆料 最近两年身边的朋友 给她介绍了不少于十位男友 大多数都数字不错 但这些人在性格或者价值观方面 多少都不适合她 所以有没有下文 至于自己的赞偶标准 廖碧儿则表示 希望对方幽默 开朗 知道和她开心 同时要懂得照顾她的家人 最好是会做饭 还有品酒的兴趣爱好 廖碧儿虽然会下厨 但也不想一个人一直做饭 至于品酒 廖碧儿有自己的红酒事业 所以男友懂得品酒 在廖碧儿看来 确实是一个家分行 廖碧儿当年通过选美比赛入行 之后演艺事业发展很顺利 一度获得公司高层力捧 不过廖碧儿也是非民体系 曾经就布出过不少非民 廖碧儿是一个实打实的才女 毕业于世界排名前50的UBC大学 不仅如此 她的颜值 还拥有着华夏美女的那种端装大戏 凭值此等优势 廖碧儿轻松拿下两届 选美大赛的冠军 声名大噪的廖碧儿 得到了许多电影电视公司的关注 TVB就是其中一家公司 就在其他公司准备签下廖碧儿时 没想到TVB快人一步 率先签下廖碧儿 廖碧儿签下TVB的第一年 就得到了TVB的重用 2001年在电视剧《皆大欢喜》中担任主角 可廖碧儿从出生到成名 一直生活在加拿大 一下子就来到 交流以粤语为主的香港 语言不通 可想而知廖碧儿 当时是有多别屈 面对这个难题 TVB也有解决的办法 那就是将有国外生活经历的刘海威 安排给廖碧儿 因为无论是剧本还是生活方面的问题 刘海威都是最好的人算 曾经的杨蜜 大概也曾忌惮过他 因为当年杨蜜和刘海威 公开恋情后没多久 网上就流传出了 刘海威和廖碧儿的激吻照 没错 两个人交往过 廖碧儿还是刘海威的初恋 两人的缘分起始于 廖碧儿拍的第一部戏《皆大欢喜》 在电视剧《皆大欢喜》中 刘丹 刘海威的父亲 与廖碧儿是妇女 这级人一种 惜苦未过门 就先哭公公的既是一样 他两的恋情 再懂的人眼泪 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但两人那时 都同时选择了否认这个事实 在被追问时 甚至选择避而不谈 但传媒都只认刘海威经常当司机接载女友 一直维持了三年 不过很快 刘海威与廖碧儿的恋情 于2004年被TV比力捧的大价陈豪 急终结了 与刘海威一样 陈豪与廖碧儿相识于剧组 在深花放剧组里 陈豪与廖碧儿逆久心情 两人在拍摄现场 都忍不住吸对方放一次电 就在刮门等着廖碧儿与刘海威 刘海威公布戀情时 陈豪与廖碧儿在一起的照片 就被狗仔曝光出来 杀时间如论花言 收到这个消息后 刘海威才知道 他与廖碧儿结束了 感觉刘海威好惨 分手的消息 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廖碧儿一开刘海威 投入陈豪怀抱的原因 刮门猜测了以下几点 一 陈豪是大价 被TV比力捧 是低提名与其他奖项拿到手远 被廖碧儿视为可投资对象 二 刘海威需要老包护住 可以在圈内顺风顺水 可根据刘海威以往出现的角色 得出的结论是 他并不是TV比看好的对象 说白了 就是没前途 总结 廖碧儿嫌疑爱父 而此具有拜金情节 这次恋爱被曝光后 廖碧儿不再选择躲躲藏藏 刻意隐瞒或是不承认 而是随时随地杀狗粮 而廖碧儿也再次 展现了他色人的天赋 陈豪是一个典型的事业家庭 兼顾的好男人 廖碧儿多次被记者拍到出入陈豪的居所 一直到2010年两人虽然并未正式承认情侣关系 但是经常以情侣形象参加活动 并在现场大杀狗粮 其实私下圈内之人都知道两人再一起以右路 七年之久 陈豪对廖碧儿呵护鼻子 甚至非常谨慎 尽量不会让自己和合作女主角门传出飞门 以此避免廖碧儿看得不开心 每逢记者采访时 谈及廖碧儿 陈豪都会笑成一朵花 能够看得出 他真的肯在乎廖碧儿 就在瓜文正准备公租 这对才子家人喜结良缘时 命运再次发生转治 2010年 与陈豪相爱六年的廖碧儿 再次踏上另一条更大的船 就在陈豪以为自己密得良妻时 一则林忠豪与廖碧儿牵手的消息 传到陈豪耳中 林忠豪是谁 他是李泽楷表弟 妈妈中月华 是李嘉诚元佩中月明的亲妹妹 廖碧儿以林忠豪女友自居 共赴各种聚会 结识各路大佬 据当时的新闻报道 廖碧儿以正式女友的身份 出席了林忠豪及有人的饭局 期间有说有笑 气氛融合 饭局后 林忠豪驾驶400万元的跑车 在廖碧儿回到浅水湾的住宅 停留到三点才离开 此新闻一出闹得纷纷扬扬 记者采访廖碧儿 廖碧儿直接将陈豪的位置 从好有供给到了同事 和刘海威一样 面对这样的女人 陈豪除了伤心难过一分钟 剩下的就只有认命 廖碧儿对这段感情也挺坦诚 记者问他 林先生有没有追求你 廖碧儿答 这个问题要问他 又问廖碧儿 他本人怎样 廖碧儿说 很好 很友善 我独工商管理 他又是做生意的 大家有交流 我狠欣赏这么年轻 又这么厉害的人 对于廖碧儿领结身欢 销售了十磅的陈豪 无奈回应记者说 我也是看报纸才知道 问他觉得自己输在哪里 他说 可能我及不了他想要的东西 做得不够好 满足不了他 碧儿开心我就开心 过去的就过去 今日的我没事 跟之前一样 也许是被这段感情伤得太深 陈豪绝口不提廖碧儿之事 不过 廖碧儿坚决否认 因拜金而离开陈豪 我对得住天地良心 我选择朋友是基于我们有共同兴趣 并非他们的背景 身家 认识朋友时 我不会问他们的职业主 有多少收入 不过作为艺人 我明白会被炒作 但最重要是做回自己 话是这样说 可事实是廖碧儿离开陈豪后的几位对象 都要不开富豪者的身份 至于是真富豪 还是有水分的艺富豪 需要自由心静 比例林忠豪和廖碧儿的戀情曝光后 有传媒爬出 他带廖碧儿去的淺水湾独立屋 是找别人借的 开的豪车也是够款 身上甚至还有四千万的爱债 结果是 他和廖碧儿交往半年变分手 就为了这个半年的情感 而抛弃六年的感情 廖碧儿一度临为媒体的反面教材 不知道是否因为受到打击 廖碧儿之后 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样 不再遮遮掩掩 把找对象的心思 全部放在了非虎之贵人士 对外宣布 去过外学习红酒生意 结果被拍到和外籍红酒相恋爱 廖碧儿还以女主人身份出席走会 另一位TV被花旦陈发拉的前夫是世衡 也和廖碧儿传出过恋情 可惜到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最找马的 还是要属廖碧儿和香港互相努启言 被拍到在国外约会 大众纷纷认为 这次廖碧儿说许真的要进入豪门 可南方很快被爬出又是一个不靠谱的主 来过一次分 有个女儿同样在外欠下不小钱 最要命的是 当时还有一位交往七年的太直女友 无数吃瓜人纷纷下场开启好戏 廖碧儿却相当镇定 不仅大方勇敢认爱 还表示和南方在一起时 知道对方是单身 无条件相信自己的男友 那知道盧启言的态度十分打脸 不仅会有承认廖碧儿女友身份 还对外表示两人只是普通朋友 一时间 网上充斥着廖碧儿 为爱不惜做小三的恶平 笑他拜金拜刀 被豪门亲自退婚 廖碧儿随后沉寂了一段时间 大概是有过这段经历后 他开始明白与其加入豪门 不如变成豪门的道理 近些年专心搞起事业 积极到国外进修 提升自己 自从和盧启言没有下文后 这几年廖碧儿 几乎没有过每新闻报出 每次接受采访时 他都对外宣称都是单身状态 并且在平时的生活中 他也变得特别低调 很少会在公开场合露面 有网友就评论说 如果当初不作不旁复好 估计现在都做了幸福少奶奶 也有网友觉得 陈豪适合陈一未二二 不一定适合廖碧儿 分开肯定有原因 幸福不幸福 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 在小编看来 廖碧儿的自身条件很好 所以对另一半的要求 也不可能太低 就像网友说的那样 黄江城女廖碧儿想要顺利嫁出去 实在是太难了 最后 希望已经45岁的廖碧儿 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 也祝福她的演艺事业 事业一次顺利 越来越好 我们想要达到这边 像得唉呦儿 我那么有注意 我们想要达到这边